近日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北京中轴县世界文化遗产 深遗团队负责人吕周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透露 即将要对正阳门区域进行考古发掘 在今天被人们称为前门的正阳门 始建于明永乐年间 在古代正阳门发挥着重要作用 它是明代皇城最早定下的内城门 不仅是城市防卫系统的一部分 还发挥着祭祀礼仪功能 这里原来有很多的设施 比如说正阳门的那个我们叫翁城 就是这个正阳门的城楼和建楼 它原来这个两侧是有城墙相连的 形成一个城市防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原来在这里头还有一个官地庙 这个官地庙在北京的这个寺庙的这个建筑群力特别重要 原来这个皇帝还多次在这儿举行这个祭祀的活动 也是一个帝王去天坛 去这个先东坛祭祀的一个必经的地方 所以它具有极强的礼仪的作用 历经600年正阳门也并非一成不变 晚清时期正阳门及建楼遭到严重破坏 后期又原址重建 民国时期还进行过现代化改建 特别是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 那么把他破坏了 上面的这个建筑被毁 所以后来这个慈禧太后回北京的时候 当时城楼都没有 然后是搭了彩棚 那么后来又重修 像建楼这个在 清诺修了京凤铁路的这个火车站之后 曾经又对他做了一次所谓现代化的改造 那个时期是一个现代化的改造 我们今天看到 那个建楼上加的那个白色的这种 水泥的这样那种装饰 都是那个时期的东西 所以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那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很重要的历史现象 2021年是北京中轴线启动申移的第十年 当前正值冲刺阶段 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发布工作要点 将推动颁布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推进中轴线申移保护 位于中轴线南半轴的正阳门建楼 已于一月份启动修缮工程 吕州表示 正阳门区域的考古发掘也即将启动 过去正阳门以南的正阳门桥 会是一个发掘重点 将这座埋在地下的古桥重新展现出来 将有利于北京中轴线整体景观的再现 因为从现在来看 当时建的时候是把那个桥埋下去了 那么考古发掘以后 如果我们找到正阳门桥 我们就把它露出来 重新揭示出来 那么甚至我们可能还能恢复一下正阳门桥 它跨过的内护城河的这一段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景观 因为我们觉得它这种节奏感 这种所谓山环水泡一层一层的空间 是通过这些东西表现出来的 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已经消失了 那我们在这个中轴线的枕制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这些是有价值的 我们想把它重新亮出来 我们觉得这种节奏感应该是有价值的